苏格兰 景色宜人 山光明媚 水色秀丽 历史底蕴 幽远深厚 在英国这个称为苏格兰郡的小国家 有许多的旅游圣地 可供参观 旅游者也可以亲身体验到 苏格兰单地古老 而传统的庆祝活动 可是 对于游客来说 唯有首府爱丁堡最能体现出 苏格兰郡那幽远而丰富多彩的历史底蕴 因此 苏格兰之旅最值得一去的地方 就是光光首府爱丁堡 虽然爱丁堡的整座城市 都遍布着名胜古迹 但是 游客们的目光却很快就被那 微然屹立在山顶高处 俯瞰全城的爱丁堡城堡深深吸引 每年八月 爱丁堡城堡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爱丁堡皇家军钞表演 除此之外 还有那雄伟壮观的圣吉尔斯大教堂 也都是苏格兰辉煌 也都是苏格兰辉煌历史的重要传承 今天的旅游圣地 如今 爱丁堡城堡其修建的目的 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 纵观历史 圣吉尔斯大教堂 是一座苏格兰长老会的礼拜场所 已经拥有九百多年的历史 时常也被看作是全世界长老会的母会 在历史的长河中 耶稣基督的福音 却从未改变 教会承载着的使命 也未曾改变 现今我们身处在一个不断 更新变化的不稳定世界中 不同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相同的问题 人们都迫切需要一位救主 他能够对付我们所有的罪孽过犯 并把我们都带领回转向神 担惊社会 家庭和个人 全因亏缺了神的荣耀而受损 迷失 乃至与神隔离 耶稣基督是这身痛和所需的唯一答案 圣经明确记载 耶稣基督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那已经行过死因幽谷 且荣耀复活的救助 是定能拯救像你我这样的罪人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那么这福音有附带的世俗条件吗 我要加入什么教会呢 去教会需要付钱吗 教会的目的到底何在 答案是 这福音是真福音 其背后绝对没有隐藏着其他额外的金钱代价 即不可告人的目的 耶稣基督救恩的代价 已经由神完全付上 凡是向神悔改和相信救主的人 都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恩典 因为当神让他的爱子 牺牲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神已经为我们付足了罪的代价 圣经上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也许会给大家带来震撼 可是圣经反复强调 无论我们是谁 我们做过什么 我们都是被神所增爱的人 基督的救恩会给生命带来 完全的根性 使人一旦蒙神救赎 生命必在神里面得到完全的翻转变化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救世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基督徒的生命 可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我们有救主 所应允的永生 这耶稣基督的福音 已经在苏格兰传扬了数百年 我们也把这福音传遍了 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这福音就是关于救世主的好消息 福音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 乃至今日 这仍是苏格兰和世界的福音 圣经宣告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